5月9号 广西桂林市林桂区委宣传部通报称 8号14时30分取 桂林雄森雄虎山庄娱乐城梦幻剧场 发现一名饲养员死亡 警方初步认定为饲养员被山庄内的老虎咬死 林桂区林业局办公室副主任黄体彪介绍 8号中午该山庄两名饲养员打扫老虎龙 一人亲力干净出来后 发现同伴没有出来 再去找时 同伴已经被老虎咬死 据林桂区委外宣办主任李辉潮 死者约50岁 林桂区本地人 事发后 林桂区林业 安监 公安等部门派人赶到现场处置 李辉潮称 2017年5月 雄虎山庄就引向桂林市旅发位 和林桂区旅游局递交停业通知 所以事发时处于闭源状态 林桂区旅游局一位工作人员称 针对饲养员喂养等 原方有相关安全提示 在人们印象中 饲养员和动物一般亲密无间 但对于老虎 饲养员却不敢招惹 据悉老虎出生45天就开始有攻击力 会护食 三个月后就要当成成年兽去对待了 就算是长时间喂养猛兽的饲养员 也不能掉以轻心 老虎有强烈的领地意识 其他动物或者人类到了它的地盘 会被认为侵犯它的领地 会有攻击行为 新京报动新闻综合整理报道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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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